今天傳出來曾慶紅家族旗下的花樣年公司 美元債務跳票 這固然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冰山一腳 其中一環 但是江征集團跟系統 確實是相關的核心成員 一個接著一個落馬 那明老師這幾天 中國內部傳出來清洗的政法系統 特別是孫力軍跟傅政華 事實上都是公安系統 而且他們都待過610辦公室 而且他們過去被貼的標籤都是江征人 剛才主持人講說孫力軍原來的公安部副部長之一 然後被抓了然後雙開 這事情並不是太奇怪 但是他在什麼時候倒台 其實在前一年 2020年4月19號 那時候湖北武漢肺炎不是鬧得正凶嗎 孫力軍派去湖北督導抗擊武漢肺炎 去沒多久在那邊倒台的 在那邊被抓 然後搞了你看一年多吧 現在是已經是10月份了 搞了一年半左右 然後現在公布罪名 這個罪名非常嚴重 我們都慢慢說 這是第一件事情 當我們正在研究說 孫力軍的事情鬧得多嚴重 我們在看的時候 啪 過兩天 傅政華又下來了 傅政華當然之前 其實我們回頭看 大概在2017年就有人傳聞他 會出問題 那現在這支靴子終於丟下來了 然後過了大概差不多四年左右 那現在我們要問的問題是 孫力軍跟傅政華的這倒台有沒有巧合 然後這兩個人會不會燒到孟建柱 我們來談這個問題 然後這些呢 跟我們剛剛講的 二十大前後的鬥爭有沒有關係 所以整個大的這個圖片是這樣 好 我們一點點來看 如果就是說最近 我們就不往前走 如果就是最近新聞 大概九月初開始 各位看到 現任的公安部長趙克志 跟公安部的常務副部長王小洪 就已經幾次講話 警告說政法系統裡面 公安部的公安部系統裡面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當時我們說 應該有事情要發生 那時候是九月九號 九月十三號的解放軍報 又講了什麼郭伯雄 徐才厚 房峰輝 張陽 又說什麼鬧事情 然後又舉出一個過去私刑的例子 所以我們說 應該是抓槍桿子 或抓刀把子出了問題 但是他到底影射誰 我們不是很確定 然後十六號的報紙 又提了張國燕跟王明 然後又批判了林彪 我們說軍中系統應該有問題 這前後不是剛好西部戰區又換人嗎 對不對 我們上次談到 所以我們說這地方應該有問題 那在這個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有聽說暗殺案 就早在大概 其實這幾年來陸陸續都有 但最近聽說的 大概就是爆發在南京的一個案子 但細節的時候不是很清楚 那現在比較清楚了 9月22號有一個人叫做王立科 外面都不太注意他 他是江蘇原來的公安廳的廳長 也做過江蘇副省長 然後做過人大的委員什麼等等 那麼他被算開了 好 什麼叫算開呢 我們再說一次 開除公職跟黨籍 開除公職沒什麼 他可以恢復就恢復了 對共產黨員來說 開除黨籍那是比什麼都嚴重的事情 那表示你真的是回不去了 所以很多人呢 不管是薄熙來了或什麼這些人 到最後那步他求什麼 我求保留黨籍 鄧小平被斷了去的時候 也說我保留黨籍 希望你幫我拔光 我最後黨籍就能翻身 所以對共產黨人來說呢 黨籍被開掉了 大概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王立科呢就被開了 那王立科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先回頭看一下 17年12月 也就是這個十九大開完之後不久 習近平呢出席了這個 當時那個南京大屠殺 一個紀念典禮 一個紀念活動 當時江蘇公安廳的一個刑警總隊長 姓羅的 然後聽說他捲進 這個姓羅的呢 就羅文進 聽說捲進了暗殺習近平的陰謀 就被端了 然後端回來之後呢 很快就端了王 王立科 為什麼呢 因為王是羅的上司 所以當我們看到端到王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會不會這往上燒 現在看起來往上燒了 王據官方的說法是 他自己跑去投案 說他嚴重違法違紀 要跑去投案 那後來大概過了再一年左右吧 然後雙開了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事情應該不很尋常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一系列政法關係 我們等一下慢慢講給大家聽 大家還在懷疑說 中共真的這麼多暗殺呢 真的會有 我常常講 我說我們選舉也動槍 但我們通常是半夜三點鐘 打你服務處的鐵窗跟鐵門 打完就逃走了 很少抓到 大陸不是 大陸是直接找人去 就連開幾槍 那麼過去毛澤東被殺過幾十次 沒殺到 劉少奇被殺十幾次沒殺到 鄧小平被殺十幾次沒殺到 習近平被殺了很多次 從打毒針了下毒了 放炸彈什麼的都有 反正到現在都沒殺到 我後來想想 習近平這個日子也不太好過 他現在下台人家一定殺他 他不下台人家也要殺他 所以他現在下不下台 人家都要殺他 為什麼得罪人太多 所以現在我們慢慢把它圖拼起來 我們發現說 王立科跟孫立軍 過去是有過交集的 細節我就不多說 就是告訴各位有交集 那現在重點是 孫立軍的問題 到底嚴重在哪裡 官方給的罪名非常可怕 一長串 我們一點點讀給大家聽 他說孫立軍有政治野心 極度膨脹 他的權力觀跟政治觀極度扭曲 他用很怪的辦法 去取得尚且賞識 然後他時不時的跟一些人 去妄議中央大政方針 妄議中央大政方針 這習近平上台之後不久才推出的新的罪名 過去很少看到 然後這孫立軍要幹什麼呢 製造跟散佈政治謠言 這已經很大了 陽奉英偉 欺上瞞下 撈取政治資本 狂妄自大 肆意妄為大搞特權 這些你就都算了 底下才精彩 為了達到個人政治目的 不擇手段操弄全數 在黨內大搞團團夥夥 拉幫結派 培植個人勢力 形成利益集團 這裡面最關鍵句話都不是別的 叫做黨內搞搞團團夥夥 這句話最嚴重 叫黨內有黨 黨內有派 你在黨輩的黨組織 去搞自己的東西 這是絕對不能忍受的事情 然後成火做事 控制要害部門 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這句話我們的解讀就是暗殺 我們這句話沒有第二句解讀 就是暗殺 所以這樣跟王立科 羅文進這些話 就慢慢就接下來了 也就是孫力軍 他的過去經驗 跟這些人是有交集的 我們剛剛簡單說了 然後如果是這些人 卷進暗殺案的話 我們講說 那些人成績太低 輪不到你們幹這事情 可是公安系統真的很適合暗殺 你們是出手的那隻手罷了 誰叫你出的手 這個要抓這個東西 背後的大咖是誰 我們稍後回來 明老師剛講到 暗殺的層級又怎麼推演 那事實上公安系統的人 會不會背後再有人 當然會 那大家會說 習近平都已經接任這麼久了 大家為什麼不會去效忠他 還會效忠原來人 應該這樣講 習近平上台之後 這些人呢 當時有點舉起不定 一段時間之後 他們當然要倒過來 因為西瓜靠那邊 一定倒過來 那現在為什麼倒回去 簡單說就是認為說 我支持習 結果後來習沒有辦法保護我 甚至習可能想要殺我 所以沒辦法 我知道他倒回去 他應該是經過來回搖擺 那麼搖擺的細節 我們現在不曉得 但我們還看到什麼東西呢 好 我們再繼續說 我剛才讀的孫力軍罪名 只是官方給了一半 還有一半 他說孫力軍在武漢 那時候抗擊肺炎的第一線 然後經常散離職守 然後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所以現在外界的解讀是 我們認為他大概把武漢病毒研究所資料 拿到手 Copy一份之後 放到他在澳洲的朋友 還是親屬的那個手上 所以後來澳洲不是說去調查 等等什麼 大家傳說跟這件事情有關 我們現在不是百分之百確定 但這件事情傳了很多 然後他還有什麼罪名呢 長期搞迷信活動 大家是拜神了求佛 用公安偵查手段對抗審查 用賣官欲決 安插親信布局人士 收受大量賄賂什麼等等 然後享受什麼各種服務等等 大搞全社全錢財社交易 基督探查什麼 後面都無足輕重 真的比較關鍵 就是前面暗殺那部分 他現在幾歲呢 才52歲 正好是政治上最有希望的一個時代 他幹過什麼呢 幹過一局的局長 幹過二十六局局長 然後幹過這六二零辦公室的副主任 他為什麼會這麼順利呢 因為過去受過孟建柱 就你剛剛講 就孟建柱的提拔 也受過周永康的提拔 好 所以順利軍案呢 我們相信還有料可以報 大家慢慢等著看 那現在我們要看第二個人 就是說這個傅政華 在順利軍案出來之後 我們還忙了研究 還沒回過神來 兩天之後傅政華現在報出來了 他是什麼身份呢 前面現任很多說了 我們不講了 我們講他前面最關鍵的身份 前司法部長 就夠大了吧 他既是司法部長 然後之前幹過什麼呢 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長 幹過局長 北京市的政法委的副書記 公安部的副部長 中央政法委的委員 防範處理 邪教小組 620辦公室主任 換句話說你把這個資歷排一下 很明確就是江征的這個當年的打手 就是江澤民跟鄭兄當年的打手 好 那現在我們再把這個圖像 再擴大一點點 如果說我們把最近這一年來 這個打下去的 中共官方公佈打下去的 22名副部長 即上高官拿出來的名單 一看三分之一強出自政法系統 有八個 我就不念給各位聽了 但是如果從2013年到現在 八年下來 打了哪些政法高官呢 周永康 李東升 周本順 張岳 孟宏偉 現在隨便數數呢 都是公安部副部長以上的人嘛 其他去年呢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上海市公安局長 龔道安 重慶市公安局長 鄧輝林江蘇省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 各位這樣聽出問題沒有 打的都是政法系統 那換句話說 習近平至少 不管有沒有真事 至少習近平認為 政法系統裡面 尤其是公安系統的有一次人 想要對他不利 對 他是這樣看問題的 而且整個公安系統 幾乎是全面清洗 就像我們當年講武警系統一樣 當時不是習近平要上台前後 我們說武警大清洗嗎 那現在是公安大清洗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孫力軍呢 副政法這些呢 第一明確是將爭打手 那現在我們可以做簡單結論 第一 這些人都涉案了 然後網上燒了孟建柱 我們在網上看 但孟建柱現在 現在他的動向不明啊 外面說他有抓 但是有各種傳聞不明 第一 涉案 第二呢 涉的案件當中一定有暗殺 但第三 即便到了傅政華層次仍然夠低 上面還應該再有人 問題是抓不抓出來 我還在說是上面什麼人呢 上面至少是政治局委員 甚至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馬 包含前任在內 所以我們的最後個結論非常簡單 現在立場大戲呢 剛剛開始而已 到明年九月以前 應該還有很多戲 前民剛剛看到的是顧問貴爆料 那主要內容是說北京高層直接下令 江志成的人跟錢都要綁回中國 過去前一個震驚金融市場的是蕭建華 蕭建華當年人跟錢都被押回去 那現在江澤民的嫡孫江志成 是不是人跟錢都押回中國 引發另外一輪的政治鬥爭 所以看起來其實習近平似乎有底氣 我們知道六中全會就要在十月十八號展開了 那六中全會在過去歷史呢 在一九四五年跟一九八一年 都有一個重要的宣示 一九四五年就是毛澤東確認他領導的一個權力 那麼在一九八一年就鄧小平 他確認他領導的權力 所以這次六中全會呢 應該就是要告訴這個國際間一件事 習近平在二零二年會繼續掌握權力 那為什麼說這個習近平有這麼有底氣呢 原因是發生剛才郭文會所說的事情 我們知道去年三月份的時候呢 這個武漢發生的這個疫情 那時候呢這個習近平想要去湖南走一下 但是問題來當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剛才這個郭文貴就說有兩個單位 就是這個長沙的軍區跟這個上海警方 就是說你不能去不能去 因為呢有兩個人見面了 一個是王立科一個孫力軍 他們見面了這見面的問題恐怕很大 那麼這件事情呢讓這個習近平突然之間 嗯有一點問題啊 所以他就派出他最親密的這個夥伴呢 叫做中辦的丁宣祥去調查 但丁宣祥的動作太慢了 所以習近平呢覺得這個不行不行 他立刻呢就調了安全部的三部呢去查 就這一查不得了 發生到一件事情事情可大條了 他們回來就跟這個習近平說 哎呀這裡面牽扯到了 包括這個所謂王立科孫力軍 羅文靖陳真 他們決定要把你殺掉 那當然郭文貴的說法是說 習近平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臉色發黑手發抖啊 他說他們不是要打算殺他 而是要殺他 而且殺他過程當中已經好擠拖了 那這個事情當然就很大條了 所以這個習近平就說 那我們要趕快把這個事情給處理掉 果不其然在10月2號3號4號 這三天之內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派出兩萬個人去調查 其中有一萬五千個是武警 直接針對這個孫力軍王立科 還有這個羅文靖跟陳真的家庭 連保母連保母都放過 一口氣這個抓了一大堆人 而且你知道嗎 所做的事情裡面還包括 將近是六兆元的資產全部凍結 一百多萬個帳號全部凍結 那當然習近平為什麼會做 這麼大的一件事情呢 其實背後當然就是這個 這個最關鍵的人就是這個江澄智喔 不過我們在講這件事情 我們先談喔 剛才這個郭樂會有爆料一件事情喔 就是有關螞蟻金服上市 還記得這件事情吧 當時呢北京調查完之後呢 其實喔 當時螞蟻金服覺得還是可以上市啊 所以呢 馬雲呢就非常輕鬆的要跑去上海 要歡喜他的這個上市活動 當時規劃是這樣子喔 先去香港上市再去上海上市 那為什麼馬雲這麼有信心呢 因為喔 其實上面跟他說喔 這個調查已經完畢了 你可以去上市啊 但是沒想到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孫力軍喔 在這個監獄當中呢 其實 但是終於受不了 就在上市前兩天 孫力軍講了這麼一句話 他說馬雲其實是白手套啦 他是誰的白手套呢 一口氣講出這些名單喔 包括曾慶紅 孟建柱 江澄智 跟王岐山 哇 那當然也包括了馬明哲 他說馬明哲喔 在這個平安保險 至少替馬雲 弄了九兆元的資產在上面 那麼這個情況下 當然這個就很擔心啊 這不能讓他上市啊 但是問題是這時候馬雲 人已經在香港啦 你叫他不要上市怎麼行呢 之後他們想了一招說 這個上面覺得喔 還是回上海啦 上海上市呢 價格比較漂亮 所以呢 馬雲去做一個決定 好 既然上面都做個決定啦 所以那我就坐飛機去上海嘛 反正上海上市也可以 但是馬雲一坐飛機 離開香港的時候 發現到情況不妙了 為什麼呢 他一離開香港的這個機場的時候 旁邊軍機就靠過來了 那當然這個事件在10月份 去年10月份 總共300個阿里巴巴的高級官員 全部被這個隔離偵訊 那這個事情就看起來非常恐怖喔 但是問題是有一個人一定要處理啊 就是我剛才講的江志成喔 那麼江志成其實早就已經 聞到苗峰不對喔 這個情況不對 所以呢 他的這個 這個他的最大的 就是我們說的最大的投資公司呢 就直接的移到新加坡 人也跑到新加坡 他想說我到新加坡 你應該沒事吧 但是呢 沒想到呢 就被爆出來的消息是喔 當時習近平說 全台不要在新加坡做 要把他拿回國內 所以呢 就派了這個船艦到新加坡外海 直接把江這個 江志成 江志成 江志成呢 直接抓走了喔 那麼這抓走不得了喔 而且他直接下令喔說 我給你一點時間喔 你在這個2021年之前喔 麻煩你喔 把所有包括再次這個香港啊 或者是這個英國啊 所有的資產呢 你全部都要拿回來 可能沒事 但是據了解 他在國外三個豪宅啊 早就已經派秘密警察 全部翻遍了 裡面包括連戒指都不放過 全部拿走 但是比較勁爆的消息喔 這個倒是蠻特別的 據了解呢 李嘉誠也是被警告的一部分喔 那我名單上面 看到李嘉誠啦 據了解喔 習近平這邊呢 也跟李嘉誠下一個指令喔 在2021年喔 麻煩你 你把國外資金呢 也要拿回到國內喔 所以這個事情看起來喔 事情蠻大條的 那我請教一下 這一個明老師喔 剛剛講到的是 郭文貴爆料喔 他主要的內容是說 馬雲是個白手套 馬雲的後頭是上 曾慶紅 江澤民 連王岐山都有一份 那江澤民現在的錢喔 都是他這一個孫子江志成 在博裕資本操作 而且博裕資本 還直接把帳戶把錢 搬去新加坡 現在呢 人跟錢都綁回中國了 而且他甚至點名下一個是 李嘉誠喔 那我請教明老師喔 你怎麼觀察在六中全會之前喔 這麼複雜的政治角力鬥爭 我們過去跟大家講過 我們說中共的政治鬥爭 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我們的鬥爭比較有底線 這就是民主政治的好處 當然有些國家發生暗殺 但基本上呢還是回到憲政體制上來運作 中國大陸的這個政治呢 雖然號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但很多地方呢 很像中國傳統的那些宮廷鬥爭 或說這些這個 各種各樣的攻鬥劇 非常古怪的故事 過去我跟大家講我最後暗殺 大家說怎麼可能 我說你看中共自己回來講 我印象比較深刻 我們就是官方講的哈 胡錦濤在下台前一年 曾經就是一次簽字呢 就解密了大概幾百份文件 當時解密完之後呢 當然很多大陸記者就很感興趣跑去看 新華社呢跑去看完之後發了一條消息 他說我們在這麼多份文件裡面 就特別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一份文件 這文件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1975年 毛澤東快去世的時候 然後鄧小平不是捲進了那個天安門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嗎 然後就下台了 然後呢下台之後呢 就曾經被暗殺 他說算起來呢 鄧小平從文革倒下來之後 再附属再倒下 前後後呢 大概至少經過六次的暗殺 這些暗殺消息 我們過去在香港的渠道 都多少聽到一些 但是香港那些因為這樣講起來比較像八卦 可是你回來看啊 你把細節踢掉 事情是有 那麼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政治鬥爭呢 他們的鬥爭的底線呢 各方面呢 比我們想像中殘酷很多 所以過去我們講過暗殺 台灣當然也有過暗殺 但是就講說 可能不算取命什麼的 可是大陸的暗殺呢 常常是 要不然就殺本人 要不然就殺全家 過去我們就講過 所以現在我們說 自媒體爆了這些料 是 講了很多細節 是很多細節 我們過去也聽說過 只是現在好像又多管道出來 再重說一次 那麼現在被點名哪些人呢 王立科啦 孫力軍啦 羅文進啦 什麼等等 我曾經講過 我說 對 這些人是動手的人 這些人是手 他不是腦子 換句話說 上面有腦子在指揮他 為什麼呢 這些人成績太低 王立科 孫力軍 不過是公安部副部長 或者說是省的公安局的局長 或者是省一級的政法委的委員 就這樣子 那羅文進的成績更低 羅文進是江蘇的公安清的 然後江蘇公安局的 然後底下的什麼 然後什麼刑警總隊的 什麼一個大隊長 那成績更低 所以動手是他們 但他們不是真正策劃的人 所以我常講說背後另有其人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整體來看的話呢 我們看他說 我們現在他 他說我們現在要回去倒查 9月17號的時候 大陸的法治日報呢 說16個中央督導主 去督導這些政法機關的時候 督導主全部到位 督導哪些單位呢 請各位聽一下 政法委 公安局 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國家安全部跟司法部 中央的六大政法機構 全部進去督導 再加上地方的31個省級政法機構 就是什麼上海啦 天津啦 北京啦 然後再加上省級 全部都督導 督導的這個原則呢 請各位聽清楚 全覆蓋 無死角 倒查30年 全覆蓋就是從上到下 然後呢 去爬 去挖 所有不清楚的 我全部都要搞清楚 倒查30年 這個今年是2021年 倒查30年是哪一年 1991年 1991年是什麼概念呢 請給我回想一下 江澤民哪一年上了台 1989 為什麼1989他上台呢 因為當時爆發六四事件 然後鄧小平決定說 把趙紫陽打下去 然後臨時把江澤民拔上來 拔上來的時候是1989年 然後他把趙紫陽的 後面三年任期幹完 他的任期是1992年開始 但是1991年 他已經在那位置上了 算是鄧小平服了 那麼也就是說 倒查30年 就是回到江澤民 上台的之後 那麼兩年時間 那麼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一般人家就說 我幹什麼壞事 通常我到時候退休就沒事了 現在不是 現在退休之後 我給你倒查30年 你根本就沒有逃的空間 好 那麼現在六大政法主觀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一個數位各位聽 政法委書記叫郭成坤 公安部長叫趙克志 最高法院院長叫周強 最高檢察院的 這個檢察長叫張軍 安全部長叫陳文青 司法部長叫唐一鈞 這六個人裡面 有兩個人跟江派關係非常近 一個是最高法院的周強 一個是現在還在幹政法委書記的郭成坤 郭成坤就是接你上講的孟建柱 所以現在慢慢地圖拼起來了 好啦 那麼剛才不是各位在視頻上看到的嗎 說什麼鄧輝林 羅文靖 什麼要殺什麼什麼的呢 好 那沒有錯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在這些事情前後呢 當時抓的是孫力軍呢 對不對 孫力軍我們上次就講了 我們把他罪名再讀一遍 他說政治野心極度膨脹 極度貪婪 妄議中央 製造跟散佈政治謠言 成火作事控制要害部門 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 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這邊有三個罪名 一個是政治謠言 一個是成火作事控制要害部門 他的職位叫做公安部 什麼叫控制要害部門 他控制公安部門 然後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什麼叫嚴重危害政治安全 翻譯成白話就是要搞政變或企圖政變 所以這樣這話就慢慢連起來了 那至於說後面是不是真是江志成呢 我們再看一看 郭貴在網路媒體爆料直接說呢 當初江哲明的孫子江志成 本身背後是馬雲阿里巴巴的重要大股東 跟重要大金主 而他的博裕資本也搬到了新加坡 現在人跟錢都被討回中國 這是一個 而且他爆料下一個政治清算 跟政治追殺的可能是李嘉誠 那明老師剛剛講 兜起來上個月到現在 一連串的公安政法系統的清洗 背後確實有高層跟江系相關 可是真正的主謀主使是不是江志成 還不確定 對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風向再往這邊帶 但是不是他不一定 但是這個東西還不一定是重點 因為重點就是最後呢 他要去解決曾慶紅跟江哲明 這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那為什麼這麼困難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是讀回孫力軍那個通報 他說孫力軍在中共十八大後 不收斂不收手變本加厲 公報這樣講 但十九大之後提升為公安部副部長 請問十八大誰幹了總書記 習近平啊 如果習近平在十八大幹了總書記 已經開始反貪腐了打這麼多人 然後十九大呢這個人變本加厲 孫力軍變本加厲 還被提升為公安部副部長 事實上最年輕的公安部副部長 那為什麼還會被提拔呢 那這樣就說明一點 要麼就是習近平呢 還看不清楚孫力軍的真面目 要不然就是習近平還抓不住公安部 對不對 就只有兩種可能 那現在公安部呢 這個文章還講了 他說我們要全面徹底肅清周永康餘毒 還包含什麼呢 孟宏偉 我們過去講過的 孫力軍 龔道安 鄧輝林 也就是說孟建柱相關人都被抓了 你說這些都沒什麼 我們看看今年抓了哪些人 1月25號 遼寧的前公安廳廳長李文喜倒台 然後3月13號 中共中央的610辦公室負責任彭波倒台 4月9號 三西的前公安廳廳長劉清雲倒台 8月份 遼寧的前另外一個公安廳長薛衡主動投案 9月16號 上海的前公安局長龔道安認罪 然後他之前就落馬了 9月22號就剛剛講的王立科被雙開 我剛剛一數就光是今年1月份到現在就是6個 那麼除了這些人之外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610辦公室嗎 610辦公室也被打得非常慘 除了剛剛講到孫力軍 彭波 傅政華之外 之前我們很早講過的李東升 再來是周永康 然後河北省的常委周本順 跟河北的政法委書記張苑 這些也都610辦公室的 換句話說跟610辦公室有關的 很多被打得非常慘 然後政法系統被打得非常慘 但是我說了半天 對 這些人就算去搞暗殺的話 不是這些人在想搞暗殺 這些人是被人家叫去搞暗殺 背後一定有人 那記不記得我們前天講過奪門之變 對不對 奪門之變他點的就是太上皇 所以我說那誰會是太上皇呢 以現在習近平的輩分來看 能當太上皇只有三個人嘛 一個叫胡錦濤 一個叫江澤民 一個叫曾慶紅 胡錦濤看起來不太像是會幹這事的人 所以剩下江澤民跟曾慶紅 江澤民身體很差 行江舊木 然後曾慶紅聽說去年身體還非常非常好 在街上走動還在跟這個路人 假跟路人你聊天 那剛剛講說抓江自成 我剛剛說了 未必是真的 但是風向往這邊帶 當風向往這邊帶的時候呢 他就慢慢就告訴大家說 誰是太上皇呢 誰是太上皇呢 太上皇看起來就是不外乎是江澤民或者是曾慶紅 所以這樣就慢慢解釋了這麼一系列 對於政法系統的這些整頓 那麼我們不是講說二十大要來 然後要換位子 要搶位子 然後什麼等等 所以政治鬥爭斷金流什麼等等都來了 那麼我一直講我說從現在開始 事實上前幾個禮拜我就講我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明年九月到十月 開這個二十大之前呢 都有很多好戲看 這個呢只是小小的部分 但是我要再提醒一下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中共呢為了化解內外的壓力 會增加對台灣的壓力 不管對台灣的軍事威嚇也好 或是對台灣的文宣跟聲道也好 都會都會加強 甚至會對全球華人呢 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洗腦跟文宣攻擊 所以這東西呢 我們有很多好戲 我們來看 好老師剛剛講到的是 中國內部的政治風暴跟這個政治鬥爭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 昨天非常特殊的是 拜登事實上 對中國新疆政策講了重話 而且他說形同納粹屠殺 那應該要接受紐倫堡的審判 當年這種論調跟這種意見都是班農這種對中國最強硬派的這一個相關的人物在提的 可是事實上拜登這項題之後也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對他這個話是15號的時候在那個Kinnetica大學呢 他一個叫陶德人權中心落成點點上面 他去做演說 嗯 那麼陶德的大概是祖父啊 再高一層吧 他曾經在紐倫堡大審呢 做過檢察長 嗯 所以拜登就講了就是就就因為到這個人權中心的落成點點上 他當然叫回顧歷史嗯 他說紐倫堡審判使我們仔細看到人性邪惡的一面嗯 看到人類有能耐犯下何種罪行什麼的呢 但他說呢這種反人類罪行呢不是意外發生 而是這種選擇嗯 這話很可怕 他這種選擇嗯 他說但是呢今天在我們講話的當下 這種選擇跟這種殘酷的事情呢仍然在上演 譬如說新疆的維吾爾族受到欺壓跟強迫勞動 然後緬甸的這個羅興亞族受到鎮壓 然後伊索皮亞的平民受到什麼等等 嗯 然後他說沉默就是共犯嗯 也就是說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發生 嗯 那麼紐倫堡審判上說的 所以你的沉默就是共犯 這話講得很好 嗯 那麼也就是說中共在新疆的這個罪行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拜登針對中國人權政策 講這麼重的話 講這麼重的話嗯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呃但是呢應該這樣說 他還是有點像是應景的話 嗯對不對 因為是在逃德人權中心落成電影上這樣講 嗯 如果他回到白空了 在別的場合也這樣講 嗯 那我覺得這個就加重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 央視直接披露這一個習近平視察解放軍陝西軍區 要求聚焦備戰要打仗 那與此同時非常不尋常的是中國相關的媒體 竟然披露了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是江蘇邦有官員 竟然想要策劃暗殺習近平 是的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它是靠四大法寶 就是槍桿子 笛桿子刀把子還有錢袋子 那現在看起來習近平的這四大法寶全部都出問題 你槍桿子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有談到了就是五大上將的更換 全部是新人 那原來的那個西部戰區司令 幹還沒兩個月了就被換了 之前還記不記得就是七月份的時候 突然撤換北京衛戍區司令 然後八月的時候北京衛戍區的這個政委也被換了 就是說他的御林軍他的進衛軍也是不穩 那個筆桿子指的就是這個宣傳力量 趙薇事件我們也談過了 趙薇事件主要就是劍指這個中宣部 為什麼是誰讓趙薇二十年不倒 在輿論市場上可以控制 那現在這個刀把子就是江蘇邦的官員 計畫對某領導人不軌 前代子就是剛才所談到的北京這個證交所的問題 還有說這個各大領域的大企業全部挨疹 可是我覺得還是刀把子這個問題比較嚴重 這個江蘇邦的官員計畫對某領導人不軌 這是在中國大陸內部的網站流傳的一篇文章 有名有姓的文章 他披露了一件事情 那其實他講的就是江蘇邦的政法委系統的人 要刺殺習近平 我們都知道過去說暗殺習近平都是海外傳聞 對 現在是第一次由中共內部自己的媒體來證實的這個訊息 而且他講清楚是江蘇邦 是然後裡面有名有姓的還有還有各單位的人 其實都在 那我們都知道去今年開始這個一月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就已經宣布這個要整頓政法委系統的人 我覺得很可憐 就習近平上台九年多了 政法委對政法委的這個這個整頓一波 一波接一波的 結果呢還是沒完沒了 就是黨內那個雙面人或是陰謀家 這個串黨奪權的問題 那這次他公佈了什麼內容 這個這個他首先講是說 由這個這個中央的中紀委監察部 公安部的紀律檢查 檢查委 江蘇省的省委還有紀委 這四家單位他們發出了一個 關於羅文進為首的江蘇司法黑幫問題的通報會 裡面呢點名的三個人 除了這個羅文進還有鄧輝林還有賴小明 我等一下會分別介紹這三個人是誰喔 裡面有一段話 就是說這三個人常常聚在一起 妄議中央辱罵國家領導人 甚至計劃在國家領導人來南京舉行紀念活動的時候不軌 結果被他們的安全部的人員所制止了 好羅文進是誰 他就是原江蘇省這個公安廳 這個刑警總隊的總隊長 鄧輝林是誰 他原來是這個江澤民時代的政法委書記 孟建柱的辦公室主任 後來呢孟建柱下台以後 他被調去湖北省公安廳副廳長 也幹過重慶市的這個公安局的局長 賴小明是誰 是華融集團的黨委兼董事長 是這個曾慶紅的心腹 所以說這一幫人一看他的背景 全部就是上海幫人 然後呢這個文章他還宣稱說 羅文進他還計劃對這個領導人不軌之外 還威脅中紀委國安部公安部的他們的辦案人員的人身安全 這邊我稍微解釋一下 中共的公安部他的權力是大到我們無法想像的 這個他中國叫公檢法公檢法 公安部是管檢察官是管法院的 公安部裡面還有國保科他也管國家安全 在地方上如果這個公安局的局長 如果兼政法委書記的話他就是第二號人物 那個權力比他的市長還大就對了 所以他真的很可能就這個刀把子 是可以幹這些事情的 之前不是說那個原重慶市的那個 薄熙來的那個公安部的公安局的局長 暗殺了很多人 他真的可以幹這種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駭人聽聞 而且是有貧有據有人有事 這是中共自己證實的消息 好我們稍後回來 先問一下雨潮 我剛剛講喔 過去幾個這個極權國家的領導人 都傳過暗殺的新聞 那去年呢日本的作家 他野口預知在產經新聞就曾經追蹤過新聞 說習大大曾經遭受多次被暗殺的風險跟兇險 在極權國家之中的政爭呢最高的表現形勢 當然就是暗殺喔 但是呢這個野口預知啊 在說明這個暗殺過程之中呢 他有做一些邏輯的歸納跟整理 你這個習近平要拱權啊 避免落入啊 這個胡錦濤俄皇帝的這個命運 所以他上位以來 對江系人馬進行了大幅的整肅 還有把他的經脉啊跟社會關係呢 都進行了所謂的規口管理 但是江系人馬盤踞中國23年 遍布中央跟地方 他們怎麼可能處在真空狀態之下 坐以待斃呢 所以呢就有三道劇本 來反制啊習近平的追殺或是清洗 第一道劇本叫什麼 叫做以退為進的養套殺啊 什麼意思呢 你習近平要成為呢 黨內的這個五九之尊 九五之尊 很重要的地方是呢 我們就成全你嘛 你的思想要寫入十九大黨章 沒問題 你要呢延任呢 或修改憲法 延任國家主席的這個任期 沒關係 我江系人馬的張德江 全力幫忙 目的在哪裡 權力越大 責業越大 在美中經貿關係衝突之下 中國經濟啊 有什麼閃失 社會矛盾呢 出了什麼問題 共產黨江山不保 責任算在誰的頭上 當然是你習大大頭上嘛 這叫養套殺 第二套邏輯是什麼呢 低級紅跟高級黑 江系人馬握有過去中國的這些啊 媒體跟意識形態的這個話語權 你雖然大權在握 你透過貪腐來整我們 那很簡單啊 我也透過各方的力量來搞你嘛 你不是有亨阿厄將 例戰書跟王岐山嗎 我也說你的子女跟你的家族呢 也有作風跟貪腐的問題 而且把這矛盾啊 上升到你習近平啊 也沒有多乾淨啊 之前節目也都講過了 你的這些子女啊 或是呢 這些這個蟲仲啊 也貪腐嘛 所以說呢 習近平也意識到了這樣的挑戰 所以說呢 前陣子才有中央的文件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低級紅也不要高級黑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如果這兩套還不管用的話 那還有更劇烈的手段 你把我們的人啊 搞成什麼 被自殺被跳樓是不是 那我就讓你壟斷在啊 被暗殺的陰影之下 所以說呢 這個資深媒體人啊 告訴大家他的說法很有趣 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習近平籠撞在被暗殺的狀況之下 所以他精神狀況不好 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你隨時都有不確定性的 這種不安全感 所以你的精神狀況 處在緊繃狀況之下嘛 處在精神緊繃狀況之下 你的治國可能會犯錯 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現代進行 現在進行式 你已經被下毒了嘛 你可能被下慢性的毒藥 所以說呢 開始呢去影響到你的思想 跟你的理性的判斷 所以說呢 在兩會期間呢 習近平為什麼要換茶杯 恐怕有人認為呢 毒性已經慢慢的蔓延你全身了 那這樣的目的在哪裡呢 大家底子都不乾淨啦 你追殺我不如呢 我們來和解啦 千萬不要呢 窮扣莫追啦 所以說呢你習近平 是不是適可而止 這也就是中共鬥爭的最高境界 叫做退一步 是為了進兩步 那問一下這個張老師 所以過去其實多次傳出來 習近平被暗殺的新聞 其中包含了2012年之後呢 這個薄熙來被這個政治清算之後 周永康想要自保 那傳出發生也發動好幾次的政變 是的 因為這個共產國家其實經常政治暗殺 是這個奪權的手段 這個共產國家政治暗殺 從這個蘇聯時代就開始了 他們有很多方法 槍擊啦 下毒啦 然後製造車禍啦 最明顯的還有一種暗殺 雖暗不暗 既暗又暗 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對於重要領導人 或者是想要暗殺對象 不給他治病 他生病了 不給他治 這樣子呢 表面上講 他是病死的 實際上來講呢 等於一種暗殺 譬如說1953年的2月28號 斯大林呢 就召集了重要的政治局委員們 就開會 開會完之後呢 大家就喝酒 結果後來斯大林喝酒之後 心臟病發作就倒下去了 但是其他政治局委員 居然沒有立刻叫醫生 然後呢 就讓他這個病重 然後就過世了 這個被認為是一種暗殺 後來呢 這個蘇共發生了權鬥 那這個時候 這個後來的賀魯雪夫 就說是秘密頭子 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 暗殺了這個斯大林 然後呢就把貝利亞槍斃了 然後呢 還另外槍斃了一群這個 斯大林身邊的這些 他的隨從 他的醫師這些 說他們通通都是貝利亞的這個 陰謀的這個共犯 這個是常見的 那麼對於這個中國呢 其實也最近的傳說 也蠻多的 譬如2012年的時候 這個香港的東方日報 這個提出這個 刊載一個報導 就是說呢 這個習近平呢 曾經兩次呢 遭到周永康的這個暗殺 那這當然也沒有正式的這個證據 但是呢 我們要想到就是 東方日報是香港的報紙 對 那麼香港現在已經回歸中國大陸了 所以換句話說 沒有一定的證據 或者是一定的基礎 以現在香港的言論氛圍 雖然香港言論自由還是有的 但是這樣的消息 我相信也不敢任意的報導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習近平呢 是不是曾經遭到這個江派 或者是其他這個 對他政治不滿的人的暗殺 雖然沒辦法證明 但是呢 從習的一連串的作為 跟過去蘇共裡面 這個暗殺的相比 是有共同性的 第一 你是一個強勢的領袖 第二呢 你大刀過斧的 對於這些之前的派系 實施非常強烈的這個 這種鎮壓的活動 那斯大林上台了之後呢 其實對這個以前列寧留下來的幹部 這個也是好大局的鎮壓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當然引起前朝的人 一方面他自己的利益有損害了 第二個就是 他可能身家性命都有危險 所以對這個最高領導人發動暗殺 那習近平呢 符合這些共產國家 特別是蘇共以前被暗殺的 領導人的這種特質 跟行為 所以呢如果我們現在說 習近平遭到這個政敵的 這種暗殺的威脅 我認為這個雖然沒有具體證據 但似乎也不是這麼的空穴來風 那以這一次習近平2012年當家之後 一路掌權到十九大修憲取消掉任期之後 這第二連三一路打的大老虎 實際上都是政治上的政敵嘛 就剛剛講的薄熙來周永康 這都是生死一鬥 鬥到誰倒台為止 我認為這個誰倒台為止 當然是如果習近平這個不幸被暗殺成功了 那他當然就倒台了嘛 而且他現在做了一件事情 讓他被暗殺的危險性更高了 就是什麼呢 他修改了任期制 以前呢十年一任 到這個第二個五年任期的這個副 這個副首呢 國家副主席 這個就是接班人 所以不需要暗殺 那你怎麼需要暗殺呢 時間到了你就下台換下一個人接棒 可是你現在修改了這個任期之後 之後是誰接班就沒有人知道了 什麼時候要接班也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又不像民主國家有選舉 所以這個時候看起來 領導人的權利因為修改任期 沒有接班人 然後也沒有任期的限制而大增 實際上是把他自己放在一個 相當危險的地位 因為你什麼時候都這個要下台 照以前的做法就是五年一任 十年下台 現在來講看起來沒有這個限制 實際上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需要下台 就是什麼時候都可以下台 這個隨時都下台 這個尤其是最高領導人 通常也不會是太年輕的小夥子 也都一定年紀了 如果現在突然說因病逝世什麼的 這個就很難去調查 尤其是共產國家 它又沒有獨立的司法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新任的就任的領導人過世了 新任領導人上來之後 大家一定巴結新任領導人 誰去清查就任領導人 到底是怎麼死掉的呢 而且人死都死了 死都死了 這個清查你能得到什麼呢 所以有的時候政治暗殺 雖然看起來手法很拙劣 但是你只要成功了 反而你就得到全部了 因為後面這個 你就成功了 你就登基了 誰還敢得罪你呢 那這個他都已經死了 誰還要效忠他呢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中共這幾年來 暗殺傳聞不斷 我想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他權力沒制衡 沒獨立的司法 而且任期又已經 這個隨時都可以延長 代表就是隨時都可以結束 那創下 剛剛講政治人物 特別是極權的政治人物 會有各種風險跟兇險 那尤其是共產國家 過去傳過各式各樣暗殺的故事 不是只有習大大有這種故事 每個領導人都有這種故事 所以尤其是鄧小平 這個還是胡錦濤解密的文件裡面講 鄧小平呢 他不是只是被嚇放三次 他還躲過七次的暗殺 然後誰要暗殺他呢 那有的說法是四人幫忌憚他 那有的說法是毛澤東忌憚他 這個說法是來自於張玉鳳 毛澤東最後的秘書 是說毛澤東到了現在 慢慢年紀越來越老 越來越老的時候 就開始擔心了 這些朱德啊 中恩來啊 鄧小平 以後我的子孫 我的傳人 他們會不會搞鬼 所以鄧小平就被鎖定了 然後鄧小平在1967年呢 文革之後被開始被打下來了 那打下來的時候呢 本來還是把關鍵監禁怎樣 突然在1969年10月20號 一個命令下來 把他移到江西去 然後就直接就把他移到江西 江西一個步兵學校 廢棄的步兵學校 然後就把他放到那個校長宿舍裡面去 就是把他移過去 那移過去三天之後的清晨 突然就有一堆的武裝分子 便衣人 衝進去 對著那個宿舍開槍 但是呢 他們可能是資訊呢 或者是鄧小平住的房間 他們得到資訊不對 把警衛打死了 所以鄧小平逃過了第一劫 但是這一次就把他給打了 所以你看 就刻意的把他移到江西 然後就馬上就有人去 三天後就直接去殺他 然後再過來呢 第二次呢 後面他就下放下放 到了1973年的時候呢 上面說 鄧小平下鄉學習 下放學習也夠了 叫你呢 回到北京來 我們看看你可以做什麼 給你個新的職務 重新啟用 然後就說我們已經派了一台專機給你 就特別說派了一台專機給他 那時候呢 因為鄧小平以前四爺啊 軍方有勢力 江西軍剛剛想說 有問題 我幫你用火車 加掛一夾車箱 你坐火車上去 就鄧小平就坐人來接火車 沒想到那架飛機呢 專機從那個江西一起飛之後 在安徽上空 空中解體 喔 所以呢 鄧小平又逃過一劫 如果他真的就是那台專神派來 接你的專機 他上去的話 那鄧小平呢 從此就結束了 再也沒有改革開放 然後後面呢 就越來越緊 所以這個故事就讓我想到 難怪上個月 金小胖要坐火車去越南 金小胖是不大願意坐飛機 對因為空中一解體 連救都沒得救 最後連大體都找不到 空中就解體了 然後後面呢 他就回到北京之後 那邊自嫌自嫌 然後有一天呢 跟他講說 你呢我們去學大債 因為文革的時候 大躍進的時候 不是講說學大債嗎 學大債精神 就把他叫過去 而且那時候還故意的去引導他 在那邊要去學習啊 聽講啊 突然有一天呢 先是由江青和張春橋 帶著華國鋒 然後拉著鄧小平說 我們來看一看散步 走一走走一走 江青不見了 張春橋不見了 華國鋒也不見了 只剩鄧小平 一個人在那個山道上 交道上面走來走去 那突然呢 當還有一個警衛跟著他 有人拔出了 砰一個冷槍 但是槍法不準 所以那個警衛撲下去 所以鄧小平又被 你看就刻意的把他拉過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越來越緊繃 為什麼會講說毛澤東 因為1975年的12月26號 有一個傳奇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毛澤東那天是生日 所以如果他生日的時候 那不是通常中南海 廚房要下壽面嗎 結果下壽面 一下到水裡面之後 壽面是要一整條的 不能斷的 全斷 那個壽面就全斷了 全斷了之後呢 很多人就想說 是不是有征兆 一個生日的壽面 所以這時候 就要殺鄧小平就更急了 所以1976年是他被暗殺最慘烈的一次 當時呢 他呢又被軟禁 在軟禁的一個招待所裡面呢 很特別的是什麼 當天呢 你去的時候 軟禁加上十幾個 那時候呢 葉建英是幫他的 葉建英特別派他的衛士去保護他 所以是葉建英派他的衛士保護他 結果那天他住的一個招待所呢 突然之間呢 停電 停電之後呢 所以通常你遇到停電的反應 往外衝嘛 衛士是受過戰鬥訓練的 一出來說不對 我們搞不好衝出去 搞不好已經等著打我們了 所以呢 他們不敢往外衝 那不敢往外衝呢 那時候都是木造房子 就那種房子就開始起火了 就好像一定要把它給硬生生的 就起火了 很搶就起火了 然後起火之後呢 就說是電線走火 就開始燒 然後他們這樣衝出去也不對 因為不知道外面有什麼風險 最後他們怎麼想到一個方法 衝到了那個公共浴室 大浴室裡面 然後那個浴室 水龍頭打開 把鄧小平壓到那個浴池裡面 讓他全身淋水 然後他們開始呢 打開窗戶 衝開 讓空氣進來流通 救了鄧小平這一命 哇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 已經是那是4月的事情 然後到了7月的時候 越來越緊急了 越來越緊急的時候 又說你鄧小平啊 你那個身體不好 幫你安排去看個醫生 叫你這張小平去看 加一個研討會 我派車子給你 那這小平想一想 不對 因為那時候 毛澤東的辦公室主任 汪東欣已經事先告訴他了 現在局勢不對 一切是要有我的通知 沒有我的通知 你千萬不要去 結果他想一想說 叫我去參加這個東西 但汪東欣沒告訴我啊 所以他說我身體不好 我要去醫院 結果那台車子開一開開一開 輪軸斷掉 所以如果他真的坐在那車子上 可能就衝到山裡面去了 所以那樣子都結束 那終於到後來呢 馬澤東死了 因為鄧小平就沒事了 結果後面沒想到 他1980年 他開始要改革開放了 開始很多的時候呢 結果他是在 濟南軍區裡面演講 軍區裡面喔 竟然都有一個人 當場就在座位席裡面 拿起槍來 就直接喊了 就直接對他開槍 真的假的 也是真的 就這樣子 就是那個解密資料裡面出來的 然後也是被鋪上去 又把他救了下來 然後最後一次呢 到了1988年的時候 在上海的西郊賓館 那都是一個控制很嚴格的地方 竟然又有四個人衝了進去 衝了進去之後 高喊著他們叫做 毛澤東主義的戰鬥團 然後就這樣一直衝 然後開始警衛跟警衛搏火 他們火力很強大 最後被打死了三個 抓到了一個 那個人身上呢 還有那個背心炸藥 綁了一堆炸藥 然後就要衝進去 所以鄧小平 總共經過這七次的遇險 所以胡錦濤他想說 感謝你鄧小平 指定我為接班人 所以我在下台之前告訴你說 小平叔啊 你也是實力逃生跟我一樣 哎呀真的 我現在是可以發命理老師 來錄影的 這個是命中命特別大 那實力逃生的案例 有故事一大堆